穿著熊貓制服大搖大擺走過 但他其實是內湖槍擊案嫌犯 疑似假扮外送員身份 掩人耳目 外送普及利用外送員的犯罪 也越來越多 台中員警穿上外送制服 隱捨出動 順利逮到假裝是外送員的毒販 外送箱一打開果然都是毒品 但外送員一毒還不止這一裝 女子提示黃色袋子 下樓交給外送員送貨 看似一切正常 但外送員根本不知道 裡面其實偷偷藏著毒品 毒販利用外送員的小心機被看穿 但也讓不少外送員 擔心自己會不會意外成為犯罪帮凶 他被停權丟了飯碗 只是外送員運毒層出不窮 但也分為兩種 一種是毒販假冒外送員送毒品給買家 設定好買家的地址 要求對方幫忙運送 試圖以合法掩護非法 也成為另一種犯罪形式 為了杜絕犯罪 外送平台也寄出規定 像是FuPanda在外送員加入之前 也會要求先提供良名證 確定沒有犯罪記錄 之後只要違法或是多次被檢舉 就會直接解聘 就怕員工成為犯罪打手 或是集團形象大打折扣 外送平台也強調會加強選人機制 也會注意買家賣家的行為 不讓犯罪集團有機可乘